3號的影片 本來是昨天要上傳的 但是遇到一些小問題 就 Post本到今天才上傳了 What's up YouTube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我是Gion So現在已經下午了 剛才早上 我就在製作住我的 23號那天的影片 因為本來是昨天要出的 發生了一點小小的狀況 所以 變成就是 今天我要再重新檢查過 然後 再上傳去YouTube 然後就是 給你們看啊 相信 今天的這個影片出了 那個影片應該是出了的啦 所以 還沒有看的 趕快去看我們的 疫苗日記 第一天 今天已經是第三天了 所以 第三天了 還沒有任何的 效果 前兩天講的手痠痛 跟我的腳痠痛 今天的腳痠痛已經是大幅度的減少 幾乎已經是沒有在痛了的 然後 然後 我的 打針的這隻手 也沒有什麼痠痛了 一點點吧 也可以講 沒有痠痛 沒有痠痛了啦 然後 發冷發熱 那些 雲啊 那些什麼 那些 他們講的 side effect咧 我都沒有 所以 基本上來到第三天了 都沒有任何的這些症狀 所以 對我來講 可以算是好消息嗎 還是過後還會再來 我是不懂啦 所以 我們就等接下來的 日子 看有什麼變化 我再update啦 反正還有四天嘛 今天才第三天罷了 Alright 所以等一下看我有什麼 有趣的事情 或者有什麼 有什麼 特別的事情 我再拍給你們看啦 然後 弄弄一下東西 現在又 已經完成了啦 所以我已經吃飽飯了 剛剛 一整個下午 就是對著電腦做東西 然後 對著電話 基本上 mco 這整個mco 不管是之前的mco 也好 還是這次mco的 都是對著電腦 對著電話 做東西罷了 也沒有的出門時候 都沒有 就對著電腦做東西咯 就是這樣子 我今天想講的東西 就是 就是這個 Altra解開的這個疫苗 所以 在網路上面 看到很多人講 這個疫苗 不是很好 打了會 血酸啊 會死人啊 這樣子 那樣的 但是 我想講的一個東西 就是 其實 任何一款疫苗 不管是 還沒有 這個 covid-19 之前的那種 流感的那種 疫苗 也是會產生 負草 也是會發燥 也是會發燈 都會有那種負草 的 所以 呃 其實是 不用去貪心太多 如果你的身體 是完全沒有 是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是可以去打致 困難的啦 但是如果 呃 你的身體 有一點 狀況 或者是 你是有那種長期 那種疾病的話 建議你去做一個 呃 身體檢查比較好啦 然後再 詢詢在你的 醫生 然後 問一下哈 這款疫苗 是不適合 你 打的啦 說法 我打了 今天是第三天 差不多 72個小時了 完全沒有 任何問題 沒有不舒服 什麼都沒有 我自己都可以打 so yeah 還有 我想講的就是 不要相信 那種謠言 尤其是WhatsApp的 那種 語音謠言 那種真的是 一傳十四傳百的 形狀之下 尤其是 那種 年長者 會比較 喜歡去發 然後 比較相信的啦 所以 就是有這些 假消息 然後 讓到他們就是 害怕 打這個疫苗啦 so 一個很不好的風氣 就是 不要 甜心這些謠言 有任何的東西 馬來西亞的衛生部 會在他們的 Facebook 或者會在新聞上面 報道的 所以不要去相信 那些WhatsApp的那種 假消息 所以 所以 我今天想講的東西 就是這些 然後 我現在就要開始 Edit 昨天 啊 昨天的 Facebook了啦 so yeah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明天 再見 拜拜